你这个枪完了下雪那个没看到 直接打你了 哇 这一波Sloot 实际上说放到了QHan 但是队友是被原谅的宋章打掉了 真是个揪积牢啊 说实话 达Nava打哪儿了 不是 从来没有觉得 一开始突然觉得达Nava特别的man 好凶 别松啊 兄弟 但是上上去没打 还不知道打哪儿了 是 不会玩的 节奏很怪 哦 查查路 放到了USG 但是被美咖倚掉了 兄弟呢队友呢队友呢队友 队友一点远 这是赶来的途中 但是小路已经是被补掉了 主要是过了烈 血量也很残啊 接住 一个飞天 王国没有尸身啊 还有人 没事王国不接 但是原来有GX枪线啊 没掩体 现在找个掩体 先活着再说 Faira先把人补掉 我这个同时在接两队 等于是 嗯 这脚下也是 高低枪线都有 这个正好是仇人见面 分外银行 还有Faira Faira刚才是一把大波罗吗 呃 是的 在顶坡 我说真的大波罗这把强势 现在是真的难 哇 哇 哦 Rambo 赢了 他这边打完以后 但是GBL过来 有点难顶 说实话 哇 哇 这个雷也太准了 这是跟踪雷吧 这个角度 我真的 哎 这个雷也太准了 因为这个讯息还是有 这个东西两个板块 对 那现在目前天鹿 一就是打了个分彩 农场加上甲车库 是的 他们要会合可以回合 是的 主要是 目前是 但是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进到Milta城口的位置 也是有机会 也可以 是的 是的 因为比较近嘛 对 但是最好的位置 肯定被BGP跟KTF给瓜分掉了 没错 幻生这边打 估计断层 朴老师必须每一局杀7个以上 然后周子轩要白给 这个才有机会 7个还不够 对 他比朴老师要多15个好像是 7个还不够 说要杀7个以上 他也能吃 对 F2i这个位置也行啊 就是过路要打 给人压力了 怪兽去这个胖楼 一个人去小心 怪兽 别急 赌门 队友呢 有烟有雷 他想出来拿灯 打了一个 打一个 别急 先济只剩最后一个人了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着急 是的 等会下去稳稳地把接分全拿了 先济已经没节奏了 乱来了 有没有FTY的队友帮忙架一下一楼的窗口 他直接进去扔个雷就 这个雷还行 估计有了 他有梦想 他有梦想 nice 这一波刷屏带走监禁 当时他一个人来这个炮楼真的捏了一把 是的 他扔这里面就是拿到三分 这一波不仅是拯救了自己还拯救了结婚 但是这一波 顾妹上来给实际手一波重刷的时候 还好是要被补了枪 他是一个人来的 还好是一个人来的 这一波实际手 就马了 有点昏了 嗯 好把人头先拿 还行吧 还好能服 而且对方不是all in过来的 是的 现在犯错比决赛圈犯错好 那个房间 哇塞狂闪 脱石哥这个位置啊 我厕所 哎这么好啊 直接架死 挺难心的 SR还是有经验的呀 借过GF的配合还挺不错的 自己该看的位置全部都看的 毕竟是在PCL打过的男人 对 SR确实打了还是 点得清对方 就已经点清对方的一个位置 所以打起来更轻松 先进来 我第一个进的嘛 我先要把楼梯脚的人 这话不是很好 是的 现在因为现在实际没压力啊 哦 就人家打一个下来 直接 老朴没了 朴老师 老朴没了 这一波BGP也重创 又只剩两个人了 但是BGP就算只剩一个人 他也能狗分的嘛 人是他打下来的吗 人不是很多 他唯一的威胁就是东边的GX 因为GX的推边方向跟这边差不多 对 但是GX要来 他可能也是先去炮楼 是的 GX先把黄一鸣给放倒了 不过Saver一个人在这个 在圈边缘的这几支队伍啊 有些PCL的队伍 他其实急不得 出于背部的 小左怎么诱导了 Saver连续放倒两人 有点准啊 但是以后你对DK的限制就很小了 是的 进到坑 有可能给侧边队伍机会 你看小左直接把幻神给放倒了 而且 他进到这个坑里面就是 Peril就是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嗯 有过娘的 这个小伏地 烧音器 老虞被放倒 但旺仔 各身双方一换一 双方有互换 龙四哥直接反身秒了 恩德 只剩Foxy跟Loki两个人 而另一面红蓝大战 这个手雷在烟雾当中 被谈到那是后点的 男男被马鱼龙击倒 这样的话 牛海比好像有点招架不住了 说真的我觉得牛海比进防护场的这个 抉择是有问题的 嗯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先到炮楼那边 观测一下 FTI和DK 甚至我可以赶一下这两个队先打 嗯 是 而且他是有机会吧 这个DK是夹在中间的 对 这样的话牛海比 没有马鱼炮吧 对吧 这个也是就是 他进来这个地方 我就感觉 不是很好 除非他能够 百分百保证自己能够打赢 Pero 但Pero其实也是一个满边 嗯 而另外一边 FTI打的还是很漂亮啊 虽然是损失掉了 一个吧 应该是 嗯 有掉人 嗯 有掉一个 对的 掉了一个 但是还是把对手给淘汰掉 那Pero好像刚才是掉了一个 靠圈外的老橘还是 好像是 老橘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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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旺仔 是的 对了旺仔 美比现在就只能说很被动 打残边 美比只能尽可能的 打换分了 明明这个位置也被发现了 经典在给点道具的话 其实有点难顶 他 天霸 天霸 转起来了 对 转起来了 再打KDF 然后视角还是给到了 Pero和 牛海平 因为毕竟这两次队伍 目前也处在这个积分靠前 对 应该是有这个 点的 周平 周平的位置被锁定 Pero 这点过 蓝圈来了 这是十七拉过来 十七 要收割 找到机会了 十七先把整个发毛 是的 你单看这个地图上面 左边的话 其实是等于天露和天霸 一起先把KDF 给针对掉了以后 再交手 没错 关键是BGP还在混 GF 怎么莫名其他 只剩两个兄弟了 那个点位应该是被高点架了 因为BGP那个点位的话 他其实第一时间 如果不是一座车 直接冲到脸上的话 还是很难打的 这个也是在之前 这个车辆保存的过程当中 GF还是没能把车保住到 这个过点根本过不去 是的 哇 宋江这一枪 又给BGP混到一点分数 这个对GF来讲 也是怎么说呢 就是 确实还是 好像是知道的 要往前点 这个时候打协通就可以了 打补枪 这个雷 这个雷 最后有个反驳 三打雷 跟自己学 已经很残了 高打低 直接补枪 协通做的还是不错的 是 问题不大 啊 脚北能服 这金银 但是 BGP去了 BGP好像要过来 而另外一边的话 IFT 龙斯格一颗火石烧掉了 小佐 只剩下了黄云 高打低 应该是知道 再挑一下 看真实到黄云民的位置 黄云民这个其实很难操作了 是 GF还不上头 F还等就好了 因为这个地方不在圈 已经扔了白 还想往前顶 这反 这个道具想抓 他也自己被白了 没问题 12个淘汰了 哇塞 怪兽七 怪兽七个 这一把 IFT 也杀起来了 嗯 你别说三个人 这北边几乎空了 是的 我们也是说 FTY因为前两把 他打得非常的有韧性 所以就 确实是手感是有的 我们感觉到 FTY今天的这个 整个韧性确实很强 没错 你看现在天霸 他也是在地图的偏南侧 南部啊 也指他一直队伍 DG98出烟 打了小五 呃 先给小五封烟 踩高点 看有没有机会 把小五拉回来 救一下 现在主要是 有雷的那个人倒的 这对17来讲 是个好消息 没错 这个 这个七七还在打 DG98的屁股 但是 七七只有一杆强 其实对于17来说 限制不是很大 但这一波要赶紧速战速决 DG98限制了小鬼 一个背身露出来 一滴起来 怕一枪 一枪干 天霸两边都能看他 他被夹住了 是的 哇塞 他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能一刷延点一个手 是吗 啊 不过还是被七七给收下了啊 另外一边的话 龙斯哥是把崔七七给放倒了 是的 高火 是的 想走底坡吗 直接顶了 顶石头来 这就是要打天霸了 但是天霸现在是一个马鞭 小北被放倒 小北倒了 最后我信 这样一来的话 呃 哇 这个烧 火烧起来了 石器线是双线作战 一个人顶一队 是的 谁说放倒一个 那这样的话石器其实挺难打的 是的 其实这样就是 FTI跟天霸最后的决赛圈 是的 天霸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FTI正好倒了一个 嗯 4打2 毕竟人多吧 而且天霸还保送了车 对吧 天霸应该吃 高达迪打一个 很准 踩到石头上面就是无敌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没事 没事 对方补也快啊 怪兽 怪兽想拿分 想 因为他觉得肯定很难打了 先把分拿下来 是的 8个淘汰了 但是对方已经爬走了 好像不太好补 come 早 我 我 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